11月5号的美国总统大选这一天 新唐人电视19小时的马拉松式直播 连接了新唐人在美国和台湾的新闻团队 进行了跨国连线 为月听众提供最新的消息 同时我们邀请到了在台湾的美籍专业口译员 带台湾的观众从美国人的角度来剖析本届大选 美国总统大选开跑全球关注 新唐人也特别在美国大选投票日当天 举行19小时的马拉松式直播 连接新唐人在美国以及台湾的新闻团队 进行跨国连线 为民众提供最新消息 同时新唐人也邀请在台湾的美籍专业口译员诺言 从美国人的角度为台湾民众剖析这次大选 诺言表示 许多台湾媒体引述的美国主流媒体 其实已经不受美国人民信赖 更无法代表美国民意 他以贝佐斯旗下华盛顿邮报 在这次大选中不为贺锦丽背书为例 他出来说我们不支持任何一方 这个蛮大的 这是一个蛮大的一个重大的新闻 因为过去 华盛顿邮报啊 纽约时报 都会偏向民主党 他们突然出来 完全的不表态 就代表 而且他是他自己讲的 美国人对我们的信任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候最低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有代表性 台湾的媒体引用这些报道 然后他们真的觉得这个代表美国的名义 是有一点 偏颇 对于民调失准问题 诺言表示 在美国由于民众立场分裂 许多人不敢表达自己的立场 是造成民调失准的原因之一 有一定的人数是完全不信任 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我想做一个比较可以吗 这就像对岸的统计局 中国的统计局 你说完全没有参考价值吗 也不公平 因为你至少可以知道他们的趋势 那你说是他们的确切的数字是对吗 可能不太对 对于台湾民众最关注的美国对台政策 诺言认为 无论谁当选 台湾人都不用担心 因为台湾是美国对抗中共的最大利器 目前国会的共识就是 跟中国竞争 然后刚好 最好的抵抗中国的一个方式 就是支撑台湾 这个不管谁上台 川普 因为川普说过很多 令人非常担忧的一些言论 但川普背后的幕僚 跟他的内阁 是不可能让他出卖台湾 美国大选开票明朗后 新唐人将在继续 美国大选特别节目直播 服务全球观众 今晚还将再度跨区连线 邀请专家深度解析 美国总统大选 新唐人亚太电视林家伟 钟其林 台湾特别报道